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光头造型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不好远的气场 他后面还跟着一群人 真有种配老大的感觉 不知道是出于剧情需要还是个人情绪 文章朝着围观的路人 狠狠地砸了个手机过去 从肢体动作可以看出 他是真的很生气了 网友看到动图后表示被文章的宝脾气吓到 和马亦丽离婚后 文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大家的密切关注 还被网友多次拍到独自遗人现身的画面 孤独又落寞 离婚后的文章脾气收敛了很多 整个人也逼叫了很多 能热怒他发火的事情应该不少吧 不过明星也是人 希望大家都给他们一些隐私和空间 不要不分场合一直举着镜头拍摄他们 希望他们专心演戏 多磨练演技 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